你說央行要不要升息 我想現在全世界沒有人在討論 要不要升息的 都在討論說要升多少的問題 我這個比較不客氣的講 畢竟學法律的人 還是比較不懂經濟的問題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所以呢 你不升都不行 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沒有錯 升息可能對企業會有所影響 可是你不升的時候 會不會有資金流出的問題 所以他很政治性的看法 在看這個問題 對 你不能說完全是政治性 站在企業立場 當然沒有人希望升息 他站在百姓的立場 也不見得是百姓 收利息的存款戶 誰不喜歡升息 你又是貸款戶 你當然是不喜歡升息 你存錢的人當然要升息 但做企業你要去融資的人 你當然是不喜歡升息 可是擺在一個整個大環境 整個大的總體面來看的話 你人家升你不升 你會什麼問題 資金外流 台灣今年因為外資賣超 就已經八千億了 如果只是賣超錢沒有匯出去 我們都覺得還ok 問題是如果賣超又匯出去 因為人家覺得你沒有投資機會 我以前覺得你還可以 利息還可以在這邊 多少我還保值一點 結果你又不升息 人家升息了 錢要不要跑 對 一定要跑的嘛 尤其你台幣現在一直在貶值的情況之下 你不升你的問題絕對更大 所以不可能不升 而是回到一個現實問題 你要升多少 好 升多少就是問題了 而且我們看到了 台灣的央行升不升息 其實很多人覺得說台灣央行升息 哇 那我們的金融股可能就有利多 但是絕對不是這樣看的 當然沒有那麼簡單 我們的金融股好多問題 金融股範圍太大了 尤其你現在實施金控法 你若是一個金控 金控的意思就是 跟金融有關 基本上我都可以包三包 還是只要跟錢有關 我全部都換進來嘛 所以說你說這一波升息 到底對金融股到底好不好 就過去的經驗都是好的 可是這一波我們看到目前為止 大部分的金控股反而都不好 那坦白說非戰之罪 因為一個很大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 我如果金控底下 我有保險的 今年都很慘 聽清楚是保險 不是只有說殘險 但第一個 你想到殘險 你賠一賠一大堆 那當然是一個問題 只要你有保險 你的錢一定很多 你看我們這兩大龍頭富邦跟國泰 你看他們的資產都是上兆的 他這些錢要一定要想辦法活化 因為我未來都一定要 客戶總會一天要理賠 我要有錢可以去賠人家 那我的錢 我收了你的保費 我要想辦法讓他去活化 我要去賺錢 所以他有很多的錢 都在投資部位 那再以去年來說 我們像我們之前 我也討論過富邦金的問題 富邦金去年光他有投資 賺兩千多億 兩千四百多億 那可是你說他今年呢 去年因為真的是 猴子色飛鏢都會賺錢 你買股大賺 買債也大賺 可是今年正好相反 你買什麼都賠 對 那不只股賠 尤其是保險業 最大一塊債券的市場 今年債券一樣賠得虎勒勒 那你說今年保險業怎麼辦 所以我們再回到大家比較討論的 就是這個防疫保單 產險賣了這麼多防疫保單 你說怎麼辦呢 來給大家看這個數據 這是媒體所統計的 如果照媒體的算法 他們怎麼算呢 來簡單說 第一個我們可以看到 他去算每一家產險公司 賣了多少張保單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理賠金額 他怎麼算呢 他其實假設理賠率25% 也就是說我每賣四張 我有要賠掉一張 再來就是每一張 他假設他賠三萬 所以他是以這個基準算出來的 這個理賠金額 所以我們要先知道剛剛我們說了 假設理賠率四分之一 然後每一張是賠三萬 那顯然的這樣子的估算 其實就是一個問號了 因為畢竟每一家的理賠率多少 不一定 然後再來每一家 每一張保單賠多少也不一定 那他只是去抓一個三萬塊錢 事實上有人多有人少 像如果是早一點的防疫保單 甚至賠到八萬十萬的都有 那當然比較近期買的 可能賠的金額就少 好我們都不管 我們就以這個金額來看的話 來現在說就很大的問題了 哇你看到媒體很聳動的新聞 就告訴你說來 最慘的富邦告訴你說要賠一百五十億 哇 對這個其實我們在之前討論過了 好那其他我們就不一一去念 可是我們在之前討論的時候 我們有跟大家說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他剛剛的統計只是就我們剛剛說的那種算法嘛 可是每一家保險公司一定會做一件事情叫再保 對我們是不是之前也抓出來資料 如果大家觀眾朋友之前沒看到或忘記了 你可以上YouTube去看 在網路上都抓得到每一家公司的再保比例 那今年的最新數字當然還沒有出來 但是我們之前富邦產 我們就抓到了以去年來說 他至少有三成已經再保 對 也就是說他把風險移轉出去了 對 所以也就是說他實際上賠的金額 我可以跟你保證 但我們是假設都真的是以三萬來說 一定都比這個還要來的更少 是 而且有可能少非常的多 因為我們剛剛說了 以富邦產他去年就至少三成就已經再保移轉出去了 那今年大家都知道今年疫情更嚴重 他勢必會移轉更多出去嘛 所以在這種前提之下 他還會賠這麼多嗎 這是一個很大的 可能不會賠這麼多 但是如果你要投資金融股的話 你先避開這些 對 沒有錯 不管怎麼樣 因為這畢竟是一個問號 因為我們剛剛說的每一家賠多賠少 很難去估算 但是提醒大家真的有 有這個問題的最好先避開 那你怎麼知道他到底問題大不大 來 我們再看到最右邊 這我們也是之前跟他講過的資本氏足率 尤其你看到第三欄的這個部分 是原本的資本氏足率 然後現在因為賠了以後 資本氏足率大幅下降 但是我們在上次節目 也跟大家講了幾個關鍵數字 第一個 儘管會認為保險業的資本氏足率 兩百趴以下才叫有危險 業者自己是抓兩百五十趴 不管兩百或兩百五 反正都告訴你 這個數字越低是越有危險的 所以你可以去看這個數字 基本上就我們剛剛說 你就抓一個比較安全的 兩百五十趴以下的資本氏足率 基本上你可能就要去注意到了 所以這是我們看到的 好 所以回到一個現實的問題 現在這些公司賠得這麼慘 那如果我今天還想買金融股 尤其是很多的投資人 喜歡長期用金融股做存股的動作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你要怎麼去買金融股 尤其這一波金融股 真的很多都在修正 可是大家特別注意看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表裡面 是昨天的市場行情 大家知道昨天台股市是本來很低 硬拉上來 最後出來還是修小黑 今天是不是最後還是修小黑 可是你仔細去看 不管昨天或今天 金融股基本上都是紅的 所以你可以從中去挑這些上漲的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如果你要選金融股 目前至少要挑上漲的 上漲代表 基本上大家都在漲 如果大家都在漲 你還不會漲 那你真的就是漲弱了嘛 那再來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盡可能金控避開 你有比較多是有保險的 所以你看到沒有 比較沒有保險的 像譬如說 我們可以看到幾家公司 像元大集團 雖然他有保險 但是不是他的重點 或者是比較 所謂傳統銀行轉型的 像這個元大銀 上海商銀 這些他們基本上 都比較沒有保險的成分 再來就是有財富管理業務的 盡量也先 也少碰 也就是我們說 三喜有利金融股 是當他是著重於傳統的存放業務的時候 那他既然就至少是比較OK的 所以像這一波 像我個人 我就比較蠻喜歡這個 第一金這家公司 他這一波又修正蠻多的 但是他長期的獲利 其實是蠻穩定的 或者是我以前在節目也講過的 元大期 也是一樣 這波修正蠻多的 但是他其實第一季的獲利 其實都還不錯 這時候朱老師的存股名單了 是 是 是 分享給大家一起來存 對 所以像這些 他現在市場的這個位階稍微低 但是他的獲利其實很穩定的 都是大家可以考慮的標的 開 begin的 開明葉 入行 入行 來 開明葉 入行